嗆嗆三人行 我们嗆嗆三人行也可以搞院士 像温元凯教授就是我们院士长这一集的 大名鼎鼎的温元凯教授 还有我们的经济财经财女叶谭 叶谭听说您要来 专门从上海就飞来 不感到 温元凯教授 当年今天的考生能高考 1977年的时候 有个人提出要恢复高考 当时邓小平先生高度首肯 那个人就是温元凯 不感到 偶然的机会 打着胆子提一个建议 后来才知道 真的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 造福无数人 当然 当然温教授现在仍然在改变命运 每年有很多放弃高考的人 然后要去美国的大学读书 他现在就做这买卖 怎么样 那个帮助孩子进世界一流名校 真的 我已经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为明天培养诺贝尔奖获奖人 培养杰出的人才 因为中国今天最确的就是高端人才 对 可是温教授您先为我们今天的低端人才 今天一来 温教授带给我们一个观点 不是观点 一个地震级的消息 这个股市今天跌破2220点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 我看到的是2214点上午收盘 我看到这个上午收盘价 然后我看到所有的消息都在说 两派消息 一派在说 哇地狱之门打开了 还会继续下跌 还有一派说 大反攻就在眼前 所有的人 就是脖子上有套的人都在等着大反攻的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 我看网上黑人写 我哭豺狼笑 您怎么分析分析 这我就不懂了 我认为这个郭树清主席 真的一上任非常努力 那么多的新政 但是效果确实跌破2220点 这我们就应该反思 所以我认为这个现在的话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点大手笔的动作 政府要让利于民 让老百姓真正能够富裕起来 先从股市开始 至少什么印花税交易税都给我取消了 现在你股市那么低迷 对不对 你一段时间算什么 对不对 国家已经那么有钱了 这一点点小钱的话 真的赶快让利于民 放水养鱼 我不懂这个 文教授 您说如果照你这么说 国家托底保证股市应该让股民赚钱 那岂不是说我都可以去买股票 不用考虑风险了 对 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不对 因为上市公司嘛 也有好坏 股市有风险 入市是谨慎 你每次像你这种股民 菜鸟鸡蛋 像齐齐你绝对不要进去 尤其是中国的A股市场 一定要小心小心 那个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一旦进去之后 说是进去那个大鳄 说鳄鱼池 这个地方是 所以呢 这个国主席上台以后 第一个新政是非常有道理的 强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今天我看了看我的股票账号 尽管都套牢 但是呢 像商商银行 交通银行 这些银行都分了不少红 我发现我这几个月 尽管股市套牢 账面上亏了很多 但是分红呢 倒也拿到了几千块钱 所以您说啊 您说要取消他一百万 拿到了几千块钱 就是 分红就是像 所以温上说 他希望说红利税就不要了 百分之二十的利得税啊 你看我好不容易分了几千块钱 还有百分之二十利得税 像我们这种分不到红的 我倒觉得利得税应该要 就是 现在股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倒不是说 这个税收什么要取消掉 而是说你上市公司 他本来就是豺狼 你刚才说豺狼像 我哭豺狼像 对 你一哭豺狼就像了 那是肯定的 因为上市公司 现在很多就是 真的是不眨眼的 你想上市公司上去 平均创业版一家 这个 每一家三个一万富豪 然后我们现在有 到了今年两月底 有八百五十多个一万富豪 你想想看 我跟你们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是一点都不懂 但是周围的朋友都在搞上市 后来弄了几个月 我们这几个不懂的人 弄出一个结论来 想请教一下你们 觉得这些个 现在在忙上市的人 好像都是些坏人 那也不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都是聪明人 精明人 因为他知道这条上市 赚钱的方法最快 他就想尽办法 怎么做账或者什么 他就为了要上市 然后后来 因为很多股票 一上市就跌了 后来我们本来不懂 说跌了 他们赚什么钱 人家说 他们赚的就是你们的钱 说跌了 他也赚钱 因为他自己作为发行人 他本身就有这么多股 只不过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所以他不怕跌 就是缺你的钱 他原来是一块钱 上市的时候二十块钱 到那边就有十块钱 他原来是一块钱 变成了十块钱 没错 他就没有五本万利 所以这不是很坏吗 所以这个就要制度改革了 而且要制度创新 包括对上市公司的高管的套现 应该有更加苛刻的限制 对上市公司的业绩 的好坏 要有更好的上市 从来不分红的上市公司 将来要灌上一个铁公鸡 你看最近有一家上市公司 他上市之前我盯着过 我说这个不能上市 结果上市之后 他现在就成为这个套现 最厉害的 所有的高管都在忙着套现 一套现就是这个几十亿 九九 不是已经有规定吗 多长时间之内 你不能 还是这个时间很快就过的 一年比如说 一般来讲锁定一年 现在新股发行改革之后 有很大一部分 它已经不锁定了 就是你发行的时候 就是直接是能够套现的 只不过说你套了线之后 这笔钱你不能随便用 你得放在专门的账户里头 这个是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 然后是像你说的这个套现这种东西 你想想看中国发财 你刚才说发财最快的 我们叫做两个渠道 第一个渠道 十年前或者五年前你买房子 你买个房子 一百万 然后过了半年就一百五十万 结果你卖了之后 你起码能得到一百四十万 对不对 这是套现最快渠道 还有一个就是温老师说的 股市 股市你想想看 我是原始股 你比如说我成立一个公司 我是原始股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净资产一块钱 我买的时候一块钱一股 或者是一块一毛钱一股 一上市 我良心最平了 十块钱上市 那我有十倍 如果是六十倍的上市呢 市盈率呢 六十块钱 那么海浦瑞呢 一上市就一百四十八块钱 那就一块钱变成一百四十八块 所以他们两个人 一下子变成四百二十六亿 还有渠道 海浦瑞今年还是富豪榜上上榜的 还有一个渠道 你比如说我上市公司 我弄得很差了 但所有人都亏钱 就我赚钱 弄得很差了 对不对 放壳在那 这个壳照样有用 叫ST 你为什么呢 壳都能赚钱 对啊 因为他就亏了 变成壳子了 三块钱了 他就很放心 为什么 总有人来买壳的 一旦买壳以后 他三块也可以变成二十块 所以这次那个 郭思新主席新政里边就有说 这个要禁止 要这个不鼓励借壳上市 因为借壳上市里边 倒是可以说一句坏蛋比较多 刚才说上市的坏蛋比较多 借壳里边确实是 阿狗阿猫都在里头 那坏蛋就 就确实是比较多了 还有一点啊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 我再举一个例子 上市公司名字我不敢说了 再说就人生威胁了 就是我再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上市公司 他做关联担保 他这家公司上的事 是我的 我控股的 然后我其他有五六家公司 我通过上市公司 给其他的五六家企业来担保 反正你是上市的嘛 然后从银行一借款 就借十几个亿 几十倍 你说这么多人精 这逼着我们这草棉 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 就买彩票了 我们买彩票能发 最近有人 领走了 你就让温教授 五点七个亿 一个人中的 一个四巡男子 我看到 四个人出来了 我也是四巡的 同样是四巡 怎么这么不同呢 我认为这个彩票还是不错的 你觉得咱们可以看看照片 咱们可以 咱们找一照片 你看这就是一个人买了三张 三种中的 他这个幸运的 让我们都质疑了 你知道吗 都怀疑 这现在就是说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你看接下来 又有一次 你说中这么大奖的领奖 你看看都怎么来领 他在领奖 这个不是他 这是别的 那个幸运得主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你看领奖 就戴面具的 人家还以为恐怖分子 拿着这样打劫来了 他真的怕的 他真的怕 你瞧这也是领奖的 你瞧 这俩领奖的是四川的 成都的 你看一个一桶 一个一个二桶 子弹飞里面的吗 这个我认为股票 这个彩票还是不错的 为什么呢 彩票我认为就是 让小老百姓 十块钱八块钱 买个希望还是很好的 有希望 尽管重假历史 一千万分之一 但是一千万分之一 也是一千万分之一 我们四群男子 还是有希望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谢谢 听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娶 采如极之水 配软酒精 年份月经 也井贵酒 小时候常常听爸爸讲海的故事 阳光沙滩让人特别的开朗 在这么美的海滩拥有一所自己的房子 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 这样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 碧桂园十里银滩就如三亚一样美 有一些时刻不会过期 有一些画面值得保存 严选刹那光辉及时永恒的奥运夺金瞬间 带你重温当年呼吸停止 心跳加速的经历一刻 奥运夺金时刻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排 真是你说买股票还是买彩票 这个彩票是只能玩玩的 我只能说你买彩票呢 有一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如果你买股票呢 那就是一千万之一千 或者一千万之一亿 你恐怕是赢不到钱的 可能是亏损的 你有99%的概率 或者是比较乐观一点 你有70%左右的概率是亏钱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一本书 叫《中国漂亮50》 很可惜就是说 这本书我是10年写的 那你在做指数吗 不是 就是说我整理了七个指标 因为《漂亮50》叫Fifty Nifty 这是个华尔街上 曾经非常有魅力的名词 就是50支在华尔街最好的股票 他们是通用电器 微软软件 英台电脑芯片 四颗网络路由器 Dial电脑 麦当劳快餐 迪士尼乐园等等 就这个50支股票 当时被认为 让美国一代中产阶级 完成了一生的财富梦想 就是说你只要买了 这50支股票的组合 放在家里放10年 平均有100倍的增长 微软最快400倍 就是你1980年 买1万块钱美元微软的股票 放到1990年把它卖掉 就是400万 这就是一个梦想 我希望中国的股市 为什么呢 我看了这个东西 当时很激动啊 中国股市能不能有这一天呢 也还是有的 我们当然也不要把股市 说的太可怕 股市中间 仍然有很多成功者 在去年的熊市里面 仍然有积极经理 能达到57%的回报 有过 这个 介绍给我 说的是神仙级别的人 神仙姐姐 这个级别的人 一般来说去年啊 基金经理 只要你不亏钱 你的排名就是前面的 因为基金经理去年 总共亏到4000多亿了 对对对 所以你想想看文涛 就像当初 你在香港 像当初香港市民 他当初买汇丰 大奔向 然后买香港电讯 对不对 然后放在家里 你放30年 你天天抱着这股票睡觉 越睡越踏实 你这30年 你就可以天天看着 你的财富上涨 他的股价年年上涨 这多好啊 李嘉诚的威望就在这里 李嘉诚当年 发那个Tom的时候 香港街上的老太婆 买茶的都去排队 因为买了一手 一转手 就是几万港币 就可以捡了个钱包 所以为什么 李嘉诚被人称为理超人 所以我们要在中国股市里面 鼓励这样的上市公司 所以那个 像一些大国企呢 算不算 大国企们 大部分红了 不算 讲到底了 大国企了 很少分红了 你比如钟石油 也不怎么分红 他分红倒是分的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像你如果是 像我们这个 神仙哥哥 或者神仙大哥级别的人 像温老师 他对股市这么了解 但是您想想看 他现在买的这个银行 这个 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大分相性质的 但是他就迟迟成不了分相 他原因比较复杂的 其实你想想看 你刚才我们说中石油 中石油倒是 它是分红的 它每年 盈利那么多 他每年固定40%左右 是拿出来分红的 我就利润 我就拿出来分红 很多 对不对 但他盘子大 美股也分的很少 第一是盘子大 他这个是 你比如说你美股 分个几毛钱 不分个一毛钱 你还要交税 两分钱要交税的 你剩下来 如果是分给你一毛钱 你只能拿到八分钱 然后拿到八分钱之后 这时候要除权 所谓除权就是 他分红之后 他美股的收益 不是低了吗 然后美股的价格就下来了 你比如说 昨天是五块多 今天有可能就是 什么四块多了 然后你想 在香港上市的时候 他美股才几块钱 但是他回到A股来上市 中石油到A股上市 上市的时候 就是16块钱 你摆明了 比香港就高得多 然后他最高的时候 是48块钱 现在一下子跌到五六块钱 我觉得这辈子恐怕翻回本 很多人48块钱 你如果是48块钱 买了中石油 基本上是属于一辈子套在里面 你必须跟他同甘共苦 收起不共 对 这怎么办 所以股市还是应该强有力的引导 我认为真的强有力的引导 要让股市成为千千万万 普通老百姓 那个盈利的一块财富 那我问您 您像资本主义国家 他们这个政府强力引导吗 没有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股市 比如美国股市 根据我了解的话 美国至少有百分之二三四的人 还是投资股票和共同基金的 因为他的共同基金和股票 总体来讲是比较强调分红 而且甚至 有相当一部分的股票的分红 是高于银行利息的 李嘉诚的股票就是高于银行利息 就你把钱放在银行 不如我买李嘉诚的蓝筹股 因为他奔红肯定超过银行利息 所以李嘉诚的股票就一直非常好 而且他也严格守信用 每年的奔红 而且更重要几十年 不是什么突然一年奔红 那我们为什么这么扣呢 那么就是 我不是讲 因为这就是上市的目的了 那么我们原来就是认为上市 就是把国企脱贫 是为了缺钱 那么这就不对了 所以我感到每一个上市公司的 董事上和高管 要有一个强烈的信念 你怎么为你的股东创造利益 你怎么样的股东 我认为国家也是这样 国家现在非常重要 我认为下一期的 中国要深化改革开放 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国策 就是怎么样帮助更多的老百姓富起来 国家真正在财富上实现 为人民服务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要跟一个特别强大的这个本能来抗衡 就是说已经是我兜里的钱 我也掏出来给别人吗 这个太困难了 跟人性 这个就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太大的难点和焦点所在 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基督利益集团 而且这些基督利益集团赚钱是利用权力的 对吧 所以这个包括上市公司在内 他利用权力谋取财富 你改革就是要断他们的钱贷 那他就要拼死反抗 所以那就是改革 还是买彩票吧 枪枪三行广告 最后见 香港回归十五周年 狮子山下迎来平民特首 他说明的回答是 恩典都不会去选特首 就七年之后呢 我们碰到新的问题 决定出来跟香港七百万 香港四名一起迎接挑战 一号好选人的 曾经新商 所得Q15位 680 高品 上下总好当天 大会宣布 我得票最高当选了 到当下网上 学校 我都平常信 问答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 梁振英 双喜五夜神 问答神州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 激情来自万里河山 石干窗未来 双喜五夜神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神仙姐姐有话说 刚才说到这个 我觉得我们政府太累了 我不希望他们这么累 给他们减点负 你说股票涨了 涨到六千点 太累了 我觉得说涨得这么高 泡沫还得了 我赶紧来打压一下 太低了 他也累 我赶紧偷偷试 这么低了 所以他你看 高也不行 低也不行 所以最好的就是 你别管那么多 所以刚才说 那个郭肃清主席 我记得他这个 上台之后新政很多 那么他当时有一句 他说现在蓝筹股到了 前所未有的 罕见的投资价值 我当时一听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觉得这句话 可说的太早了 因为你任何 你即便是 不要说神仙姐姐 神仙哥哥 都是没有办法说 我来操纵这个股市的价格的 不可能的 你说有罕见的投资价值 好 我现在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看 你说工行好 我就去买工行了 哇 这段时间工行在跌 你赔我钱吗 对 对不对 这就是不可能 所以任何一个政府 或任何一个监管者 你不要去管市场的价格 是怎么样 你比如说 微软涨到80块 涨到跌到20块 你让它去好了 你只要保证 它不造假账就行 对 保证它是正确的 就是说我给你的所有信息 文涛我今天跟你说的所有的话 只要是跟价格有关的 都是正确的 否则就要受到严惩 对 你只要管住这个就行了 我们这个十年来 政府有一个很大的心病 老是希望管太多具体事物 政府应该尊重市场的原则 维护市场的次序 对吧 不要过多的直接的干预市场 而且效果也不好 对吧 而且你要防止那些人 对吧 尤其是利用权力去谋取财富 你要整治这样的人 这样就让30年来 我们回顾回顾嘛 什么东西在中国崛起成长 就是那种奋斗 创业 对 劳动 创富 对吧 你政府就该鼓励这些东西 所有不劳而活 巧取豪夺 对吧 要打击 现在就叫寻租 所以你想想看 围绕着这个市场 寻租空间有多大 你比如说我以前有PROIPO 我是风头 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头 我根本没风险 我就净赚钱 为什么呢 我知道你要上市了 难道你这个公司马上要上市了 我有点资源 我跟证监会 或者我跟某某人很熟 好 你现在给我一千万块 对 而且是净资产给我 你把明摆着你送钱给我 你都知道很多有背景的事目 说我 就是靠这个东西 我认识证监会 我保证你能上市 你就一定要给我 这就是巧取豪 我听过好多人 但是问题一半是骗的 你不就是真是假的 你听了他 他不认识证监会 你怎么办 所以他们说 就是所谓的最坏的骗子 就是拿了钱还不干事 如果他跟你说 你给我一千万股 然后到时候还真上市了 算是好人 算是好骗子 很实的骗子 就看来这个东西里边有个保密 信息保密的一个问题 是吗 是啊 中国严格说来 对于场内交易的打击还是不利的 当然这几个月有不少案例 包括基金经理抓起来的都有 还是要非常 那美国你们都看过著名的电影华尔街 那是美国政家会城市是非常厉害的 最近香港有个案例 就是那个洪凉国际那个案例 那就是终身不准入场 而且不光是终身不准入场 你一开始 你比如说你是造假上市的 上市之后 你一开始说你业绩美股有一块钱 然后上市之后 第一个月或者是半年之后 你发觉你就亏本了 我们直接怀疑你造假 造假之后怎么办 你上市圈了十亿块钱 我把你的十亿块钱先冻结起来 我不准你用 然后等到我查实之后 你确实是造假的 不光是刑事处罚 我把这个十亿块钱 谁买的我退给谁 大家都没损失 所以金融诈骗 这种层次要非常有力度 你看美国最近又有一个新的麦道夫 判了230多年图形 是吗 230多 他就美国就厉害 那个判宣判 图形230几年 那就相当于咱们几个死刑 对啊 他们可以累积的 可以判到200多年 300多年 400多年 可以累积下起来